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帮助自己 也帮助别人 我想在奥克兰成立一个原始点协会 不知道需要什么样的资质 请给我一些指引和信心 谢谢 这个问题跟前面的一个问题一样的 就是他们都有心帮助了自己之后 又想帮助别人 那要成立一个协会 那我刚刚已经讲过 还是要通过基金会考核 考核没问题了 那还有你们成员 还有开放时间 然后开放的性质 是不是公益 这一方面 如果符合资格 基金会才会允许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